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安居 不要马列车21号发生出轨翻车事故 造成18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其中有两名中国大陆配狗 分别受到轻重伤 目前伤势情况如何 相关单位提供哪些协助 另外两岸婚姻 达30多万对 政府对增进陆配工作和生活权益保障 有哪些进展 而透过海基会窗口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海基会副秘书长先发人管路 来我们做说明 非常欢迎副秘书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副秘书长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这次列车出轨翻车事故当中 有两名陆配受伤了 马基会在第一时间也派员前往来探视 目前的伤势情况是怎么样呢 是当这个21号发生事故之后 本会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掌握到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也在董事长张董事长小月的这个指示之下 成立了专案小组 那掌握了相关状况 22号上午的时候呢 本会已经有派员前往探视 代表了这个董事长跟秘书长关怀慰问之意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姚姓的大陆配偶女士 她的伤势比较严重 所以22号上午我们到达的时候 她还是在手术当中 后来我们从她的现场的家属里面得到就是说 其实姚女士呢 她嫁来台湾之后呢 她的先生已经过世了 那但是因为她在台湾的生活适应非常的良好 那也找到工作 那她的夫家的亲属 也都对她非常的照顾和关怀 所以呢 她基本上在台湾的生活呢 是属于一个是被大家关怀的状态 所以当天我们的这个同仁 到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就是说 她的亲属都很焦急的在等待啊 那也告知我们就是说 她的手术时间需要很长 可能要一整天都没有办法清醒啊 而且伤势很严重 她是颈椎受伤 也可能会有造成这个 下半身瘫痪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那我们当时有主动的询问 就是说姚女士在大陆 有没有这个家属 或者亲人想要过来探视她 那那时候这个在台的这个 她夫家的亲属是说 因为目前不太清楚说 她在大陆那边的状况 可能还是要等到她 稍微清醒之后 才能询问她本人的意愿呢 那这是22号当天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就持续的关注 那23号的上午呢 就今天早上 我们又再次就是 打电话给这位这个罗先生啊 就是这个姚女士 在台的夫家的亲属 她是说她昨天晚上 深夜手术完之后呢 那个还是没有清醒 不过他们是知道说 姚女士在大陆那边 还有父母亲 她说如果说能够安排 父母亲过来探视的话 可能对姚女士的病情 有所帮助 所以目前我们就是 等待姚女士清醒之后 等她们提出具体的 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会全力协处 尽速安排她 在这个大陆的亲属 来台探视姚女士 是 那发言人 那另外一位大陆配偶 她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海基会 还有相关到未来 还会提供哪些协助呢 OK好 另外一位是谭女士 那她目前呢 还在疫情居留阶段 目前还尚未取得 台湾的身份证 这一次的受伤 是比较轻的 而且呢 她因为当时 经过简单的这个处理之后 她已经呢 返家休养 那我们在这个 22号的时候 有打电话 问她的情况 那她的家属是说 她的目前 她的情况都非常好 那谢谢大家 对她的这个关心 她目前没有大碍 所以谭女士 相对情况是比较轻微的 那至于主持人 刚刚问到 就是说 后续我们会给她 什么样的一个协助 那当然因为姚女士 她已经是取得了 台湾的身份证 所以她其实就是 我们这个台湾的人民了 那目前她能够 所得到的赔偿 就政府给 在这次事故当中 受伤的一切的赔偿 我想姚女士 都能够获得 那姚女士 她未来的话呢 那如果需要 就是说 有关于说 再争取更多的这个权益 或者是相关的 法律咨询 或者是说 有关于说 大陆的亲属来台探视 或是有关文书验证的 这些相关证件的问题呢 我们都完全都可以协助 海基会都已经 把这个联络的电话 跟这个负责的 这个同仁的 这个联络电话 都留给她的 这个在台的亲属 所以我想说 她没有任何问题 透过海基会 都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 好 这个相关的 我们要请教 副秘书长 就说海基会 也在发生这起列车 出轨的翻车事故之后呢 在22号通报了中国大陆 那么相关单位 包括海协会 有哪些反应 是 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先就强调 就是说 其实当天这个事故 发生的时候呢 在大陆方面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 用一个公开的新闻稿 国台办跟海协会 都表达对这件事情 关切跟慰问之意 那我们在往例呢 如果只要在这个台湾 发生一些重大的 这个意外事故 有涉及到 大陆人民的时候 我们都会主动 以海基会的立场 通报我们的对合单位 就是海协会 那通报的方式 我们通常用传真的过去 先传真就是一个 比较紧急的文件 那会告知他 这一次事故发生的内容 那有哪些大陆人民 在台这个伤亡的情形 那之后我们会用 正式的公文过去 这是我们历来 都是有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在上次的花莲正在 也是如此 那这次因为有两位 这个大陆籍的配偶 他受到这个轻重伤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发函给这个海协会之后 也表示了就是 除了告知他们目前 伤伤的状况之外 也同时感谢他们 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 对台湾方面的这个关切 还有慰问 那另外也告知他们 就是说 未来如果有任何 进一步的讯息的话 我们就会第一手的这个资料 让这个海协会知道 对 这是当时我们通报他的状况 是 那副院长 那目前两岸对于 这些类似的意外事件 您刚刚帮我们说明了 一些处理的方式 那未来有没有哪些地方 您觉得可以再加强的话 对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 过去呢 两岸的关系互动 比较这个密切的时候呢 双方都会互相的 做一些很密切 很频繁的通报机制 那我想说 今天如果台湾的人民 在大陆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 大陆方面 也能第一时间 就通报我们 通报我们 让我们掌握这个资讯 那所以我们基于 这个同理心 还有基于照顾这个 在台大陆人民的职责 海基会在第一时间 把相关的资讯通报他们 并且积极的协处 那我因为 目前两岸的这个关系呢 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 不是很畅通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就在大陆方面 也能本于这个相互的 这个人道关怀的精神 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除了第一时间 通报我们这个有关单位 例如说海协会 他也可以通报我们海基会 有关单位之外 给我们这些 在大陆的人民 多的协处之外 也能够密切的保持联系 因为我想两岸人民 之间互相的往来 彼此之间难免会发生 一些意外的情况 这些意外 如果能够透过双方的 这个本来就既有的机制 例如说海协海基会 这样子的机制 互相通报联系的话 对于两岸人民福祉 是保障的是更为充分 所以我希望 在这次的事件里面 我们也感受到了 这个大陆方面 给我们的善意 这些相关消息告诉他们 也希望这个大陆方面 未来也能够继续 尽速的恢复过去 已有的这个机制 恢复过去的相互的联系 然后共同保障 这个两岸人民的这个福利 好 非常谢谢管副秘书长 您的呼吁 好 我们在今天 针对有关普悠马号 在21号的时候 发生了出轨翻车事故当中 那么有两名陆配受伤 那么包括海基会 还有相关单位 都在第一时间处理这个善后 那么相关的 有关陆配在台湾的工作 还有生活权益 相关的问题 我们再稍后呢 再邀请海基会 副秘书长兼发言人管路 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光记者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 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在新闻部黄历杰 谈起前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各位听众朋友 因为波音工程维修 11月25号起到11月14号 华语网周一到周五 每天17点到19点 台北国际资讯站 以及两岸ING节目 原中播1557千赫频率 将改以短播9700千赫频率 向华中地区播音 造成不变 敬请见谅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海基会副民主长兼发人 广安璐 来我们做说明 那另外我们来关心 就是目前两岸婚姻 已经达到数十万对之多 而海基会自104年起 就是2015年 将大陆配偶关怀专线 更名为两岸婚姻亲子关怀专线 以扩大关怀服务层面 可不可以请副民主长为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专线主要提供哪些 协助跟服务呢 OK好 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关于服务这个在台湾的大陆配偶 还有服务在大陆的台湾配偶 都是我们这个海基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我们这个两岸婚姻亲子关怀专线呢 它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刚刚所说的台配路配 有任何他们在生活上发生的问题 不管是婚姻的问题 财产的问题 或是继承的问题 或是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这个关怀专线 打电话来跟我们这个咨询 那我们除了随时都有专人接听之外呢 另外我们还有聘请这个义务律师 我们在海基会 每天上午下午都有固定的义务律师 如果今天他们透过打电话的方式 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世界的解决的时候 我们也会安排他来会里面 来这个跟义务律师咨询 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法律服务的工作 是非常完善的 是 那透过关怀专线啊 这历年来 接获了一些寻求协助 可能是以哪些问题是比较多的 又怎么样做一些比较完善的协处呢 OK 好 我想因为很重要的两岸的这个婚姻 一开始如果递结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文书验证 因为他们在大陆结婚的时候 这些结婚的证书 都要到海基会来做文书的这个验证 所以一般来说 他们很多的问题 他们是来问这个有关文书验证的一些手续 因为文书验证 它的这个手续还是有相当的复杂度 所以如果说呢 这个透过这个专线先打电话来问的话 被其相关的证件 那这样子来说 就比较不会白跑一趟 能够一次把药做的事情办完 这是比较常见的 那另外呢 他们当然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来台湾之后呢 或许呢 他们也在婚姻上面呢 会有一些适应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跟这个在台亲属相处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财务的问题 那有些陆配在台湾 也有开始这个工作呢 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说做生意啊 投资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一般的事务性的问题的话 我想我们接线专线的同仁 都可以在电话上就帮他解决 那如果他的问题设计 更进一步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安排到会来 接受义务律师的咨询 透过各种管道 提供更多的一些服务 另外我们想请教傅民长 就是海基会呢 也曾带着陆配 举办参观这个地方法院 还有陆配团体 座台的联谊活动 当初怎么会想到说 要举办这些活动 希望达到哪些成效呢 海基会一直在陆续的举办 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陆配的团体的活动 那过去呢 都是以座谈会为主 那座谈会的话呢 我们就会邀请陆配团体的负责人 来跟他们面对面的讨论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座谈会的这个形式 是比较深硬一点的 而且呢 其实这个负责人来听了以后 他或许呢 对于实际上 他怎么样这个去利用 我们现有的法律资源 可能呢 他们都不是很了解 那从我去年来海基会服务之后 因为先前我是在司法界服务 所以我对于这个法院的整个运作 还有法院目前能够提供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公关活动 或者是协助活动 我都是非常清楚 因为法院他这几年在推广说 让这个司法呢 走进一般人的生活当中 让这个一般的人都能够更接近了解法院 利用法院的资源 所以我去年来的时候 就结合我们的陆配活动 跟参访法院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说呢 陆配姐妹到法院参访之后 法院他会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导览的体系 包括就是法院提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咨询 法律服务呢 还有法庭的活动 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你们所需要了解的一些法律的知识 或是法庭的公开参访 这些都可以藉由参访法院的活动呢 让大家了解到 到底要怎么样使用这个法院司法的资源 那陆配参观法院之后 他们也确实了解到 台湾的这个司法方面的这个进步呢 是确实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任何的这个案件呢 都可以随时进去旁听 这也对我们增进我们这个台湾 对台湾司法的信任度 好 我想或许有些陆配他错过了 未来类似的活动还会在举办 会有类似相关的做法 我们也会来推动吗 对 我们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我们去年就已经办了在 新北地院还有高雄地院 那另外我们还甚至到偏乡的 这个澎湖地方法院都有办理 那今年的话持续的话 跟陆委会合办的 还有到彰化地院 彰化地院还有未来的话 我在想说我们会是分县式举办 因为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呢 我们都是轮流的 而且我们明年有更多的计划 就是说在比较偏远的地区 因为偏远地区的话 陆配姐妹也是非常的多 平常比较难到这个大都市这边 来接受相关的资讯 所以我们会亲自到偏远的地区 去替他们服务 然后办这个各种大型的活动 是 那发言人不晓得这些陆配姐妹们 参观这个地方法院 还有参加一些陆配团体的 做谈联活动 他们主要关心哪些的议题呢 他们主要的议题 过去的话当然还是落在 就是有关婚姻啊 亲属啊继承的一些问题啊 但是目前他们的问题 其实已经越来越广泛了 因为陆配姐妹 他们目前的这个活动的触角 他们随着他们在台湾居住的时间 越来越久 他们也常常会从事一些商业行为 或者是会在工作上面 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的问题 就除了我们比较狭义的 这些亲属家庭的问题之外 也慢慢扩及到这一般的 我刚刚说的商业上的问题 生活上的问题 还有工作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这些问题 都是他们这个询问的范围之内 好 谈到这个工作上的问题 工作权益 或者说生活保障 这个部分的话 最近有很多政府单位 在相关的修法或立法 其实陆配是非常非常关注 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海基会 怎么样在陆配工作权益 这个部份 还有生活协助 又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协助 或推动哪些 比如说加强宣导 或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知道说 哪些工作我可以胜任 哪些工作我可能目前 可能还要多一些等待 是 因为目前的话 这个只要大陆配偶 他只要在台 这个是属于这个 一亲居留的身份的话 他都可以再抬取的工作权 所以原则上 他在工作的权益保障 是非常充分的 那当然就是说 陆配姐妹 还有陆配团体 这几年来 他们一直希望 就是说在这个公职方面 能够放款一些限制 那所以他们一直 有提出一些意见 那目前海基会 定期举办的座谈会 都会把他们的意见 汇整起来 提供给相关单位 作为修法参考之用 那也同时也向陆配姐妹 说明就是说 虽然目前在这个公职方面 有一些限制 但是也逐渐在放宽当中 那过去的话 像有一些教职 或者是说 临时人员之类的 过去本来在这个 公务机关临时人员 也是在禁止范围之内 但是在105年的时候 都已经开放了 所以我想说 政府持续的 有在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的工作群域 怎么样获得保障 再不影响到这个 国家目前的这个政策 而且又能够符合 陆配姐妹的需求之下 我们又在持续的 这个开放推进 而且在每一次的 修法的过程当中 都会充分的参考 陆配姐妹的这个意见 充分的这个 让大家表示这个意见之后 才意见之后 才形成这个最后的决定 形成最后的决定 就是会参考他们意见 只是说 我们会透过 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我们时常会举办一些 陆配团体 座谈联谊活动 所以也能够时常会接收到 他们所反映的一些建议 所以像比如说 探亲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些陆配 也会反映这个问题 对 探亲的部分 就是说陆配姐妹们 他们再来台湾之后 他们大陆的亲属 来台的这些这个亲等 能够放宽 那目前呢 也在持续的这个放宽当中 是有关于这个 三亲等的亲属呢 平时放宽 他们也可以来台探施 所以就是说 不仅是他们的父母 可以来台探施 包括他们的兄弟姐妹 什么都是可以来台探施他们 这个部分都在持续的放宽 那当然陆配姐妹 还希望更进一步的 能够这个放宽亲等的部分 我们也在持续的讨论当中 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参考大家的意见 那做最符合这个人性的 这些安排 对 是 所以呢 海基会持续拓共 各种方式和管道 提供更多陆配姐妹们 一些服务 那刚刚我们也谈到说 有关于两岸婚姻亲子关怀 专线呢 是0225327885 0225327885 提供陆配姐妹们呢 在台湾有任何遇到 任何问题的话 不管是家庭婚姻等等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打这个专线 寻求协助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海基会 副女长兼 发言人 管安璐 为我们来做说明 非常谢谢发言接受访问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谢谢